欢迎来到亮哥快评节目 我们看到台积电 事实上到美国已经投资了 目前大概是第四年 那本来大家预期 就是美国看上的是台积电的先端的晶片 我们大概可以理解 那大概是直接就从4奈米开始 那据了解是明年的上半年要量产 2025年的上半年 那台积电已经投多少钱了呢 650亿美元 所以我们事实上以前 也跟大家讲过这样的观念 说这个川普他要台湾缴的保护费 事实上不是只有国防预算 因为我们台湾的国防预算 举例来讲 明年赖清德编的预算 国防预算是6450亿台币 那算一算也大概美金不到200亿美元 那台积电光是投资 这个4奈米的第一个厂 到目前为止已经投资了650亿美元 明年上第一季要量产 那接下来还有这个3奈米 大概大家估计是2027要量产 本来大家以为只有台积电的事 所以大家也都聚焦在台积电到美国能不能适应 那美国的员工是不是乐于加班 会不会有工会的问题 文化上的摩擦 还有他到底要卖给谁 会不会抢到台湾的单等等 可是最近的消息陆续传出来 美国事实上不只是要台湾的台积电 它事实上是要整个台湾的半导体生产线 也就是说台积电周边的 所有的供应链的厂商 美国都希望你整个搬到美国去 所以事实上我们现在陆续看到了整个 浮上台面的一个轮廓 就是美国要的事实上是 它的整个制造业半导体制造业的复苏 那重建希望能够把台积电 大概希望能够 美国半导体它希望能够 占在20%左右的产能 因为如果不这样做 不把台湾的半导体的供应链 整个搬到美国去 那美国到2030年 他们估计 可能整个世界的半导体的产能 美国只有10% 那美国认为这样会构成安全的危机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一个题目 这个非常简单 快很准 台湾的半导体 被迫东进美国 为什么被说被迫 因为这些半导体的供应链 很少人认为到美国 是一个好的选择 这个完全是一个地缘政治的结果 实际上这一期的镜周刊 就针对这个议题做了一个专辑 地缘政治改变供应链的版图 科技厂大举东进美国扩产 实际上很多人心里都忐忑不安 不知道到美国之后 是不是可以获利 或者可以顺利的生产 或者是不是可以如愿 招募到所要的员工 他们心里都感到难以计算 事实上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事实上我也不能够说是赖清德 而是从蔡英文第二任所种下的果 那个时候我们就跟美国签了TTIC 就是科技贸易级投资合作架构 表面上是说 是促进台美双边贸易 投资扩展 还有产业合作 可是主要是致力于 这个是美国的用语 关键供应链的多元化 那所谓的关键供应链多元化就是 不能太集中在台湾 应该多元化到其他地方 到美国比较能够主导的国家 比如说美国境内或者日本 那最近是德国 那着重于哪几个产业呢 半导体 5G 电动车 还有相关的零组件 这个是在2021年就开始谈了 然后到了2022年10月13 双方就举行了台美经济对话 那基本上就有相关的科技业 美国也来了 那跟台湾的产业 那签了七项合作备忘录 大概是从这样就开始全面启动 那个时候的经济部的次长叫 陈正琪啊 他那个时候讲了一段话 他说美国拉台厂合作 那事实上我们台湾都没有意见啊 我们台湾只跟美国说 你要比照国民待遇啊 坦白说很多国家都会保护自己的科技厂啊 可是台湾都不敢说不 他就是配合 那只是希望美国给他国民待遇 然后陈正琪接受天下杂志 在2022年1月11号的专访里面 他就说半导体赴美国 供应链也要一起去啊 那陈正琪就公开讲啊 美国希望台湾半导体业者去设厂 那不是一家公司而已 而是整个生态圈 不管是人员出入境 找土地奖励补助 都希望能够补助国民待遇 事实上从2022年的1月 整个计划就启动了 那我们才看到了2023年就开始 全面开花结果 2023年光是1到10月 台湾赴美投资 总金额高达96亿美元啊 年增率多少 年增率8.35倍 也就是说比2022年 要多出8.35倍啊 那金额高达96亿美元啊 也就是台币已经到2000亿左右啊 那这里面当然最大的就是台积电 对亚利桑那州的投资啊 他投资了80亿 另外就是今年 今年新的数字刚出来 就是今年1月到8月 台湾的这些科技业 半导体的相关的供应链 到美国的投资 已经高达4380亿台币 所以你把两年加起来 就已经接近7000亿啊 那这个还没完啊 因为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讲 我刚刚讲的那个数字 是去年1到10月 那这个数字是今年1到8月 所以很有可能啊 今明两年 台湾加起来 投资美国 半导体供应链的总投资额 可能会接近1兆台币啊 那这个就是 所以这个静周刊他就讲啊 台湾电子业 正掀起东进美国的 扩产的巨浪 从最上游的晶圆带空 就台积电 半导体材料 设备 封装测试 到下游的组装业 只要规模够大 几乎都被美国政府 或者是大客户找去谈 所以你说他们是 受到什么样的压力 他们自己本来没有 这样的规划 美国政府找你啊 你的美国的大客户找你啊 那希望你到美国设厂 这个就是美国的整体规划 那有一些 并不是最尖端的 他只是周边厂商 他就说 台积电赚那么多钱啊 那缴一点保护费 是难免的啦 可是我们这些周边厂商 利润又不高 那也不可能拿到美国政府的补助 大家也不要以为台积电拿到很多美国政府的补助啊 事实上台积电拿到美国政府的补助大概只有60亿左右啊 那另外还有50亿是融资啊 就是借钱啊 那台积电事实上不缺钱啊 那美国的利率也比台湾高啊 所以真正他拿到的钱大概就60亿左右啊 那所以台积电他投资了总共650亿啊 所以这些厂商就说 去美国扩厂也不知道获利模式在哪里啊 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美国政府要你去 美国的大客户要你去 整个生产聚落都在去 你能不去吗 所以呢这里就产生一些问题了 就是他们非常的忧心啊 如果连台积电对于24小时的轮班 还有文化摩擦都处理的如此的困难啊 那这些没有台积电那么大的厂商 如何去克服这些问题呢 所以坦白讲我们真的不知道了 而且台积电四年来投入了650亿美元 竟然到2024年还没有办法量产 这个已经是破台湾的记录了 因为台积电在台湾的规划 因为它是一个很严谨的公司啊 所以通常大概两年到三年之间 就开始量产了 结果在美国四年了 还没有办法量产 那目前乐观估计是2025的上半年啊 这个还没有量产啊 那现在又要宣布要盖第三厂 事实上美国留给台积电的产房的用地啊 是要台积电去投资六个厂 我跟各位讲啊 那这个只是第一个厂 第一个厂假设 2025年上半年量产 第二个厂三奈米 可能是2027年才量产 第三个厂还不知道在哪里啊 那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很简单啊 就是怕台海战争 那美国认为他手上握有的晶片制造的占比不够高 所以呢他就是要你去那边投资啊 那即使是像比如说广达 广达也受到了这个波及啊 广达事实上去年就是2023年 他投资这个美国只有25亿台币啊 结果在今年就立刻暴增 暴增到300亿台币 我们可以去想象这一些 这些对工厂来讲 他当然是全球布局啦 可是必然会影响到台湾内部的 总投资额 就业 还有消费 这是必然的啊 你想一想如果两年内 有一兆台币的规划 结果都投资到美国 那事实上那些钱就会在美国消费 在美国制造就业 这是必然的结果吧 所以势必会台湾的公司是有影响的啊 所以你来看 这个是台积电的全球的布局啊 那你可以看到美国 就是逐渐的希望 你往美国往日本往德国去投资啊 所以如果是这么多的频繁的投资啊 比如说德国 德列斯登的晶片厂也要开始了 所以我们真的会怀疑说 台积电的这个最先端的制程啊 比如说竹科做两奈米应该是没问题啊 就明年要量产 可是中科的两奈米真的做得出来吗 你的资金够吗 南科现在是有三到五奈米 那高雄说也要做个两奈米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怀疑说 中科高雄的两奈米厂 最后真的会实现吗 你的资金的调度 如果对外投资那么多 资金这么多吗 而且在这里就牵涉到 你有这个这么多的工程生可以去调配吗 在全世界这样流动 这个就是台积电的相关的供应链 事实上现在都已经受到联动了 然后一家一家 跟着台积电要去美国投资 所以他联动到的不是一家公司 是整个供应链 台积电本来 这个南京厂的原料 我们就从台湾运过去 可是台湾距离南京很近 未来带美国 所以你就要从台湾货运 到亚利桑那那边的原料 那美国讲得很大话 他说苹果公司就跟台积电讲说 那我就包了你个产 整个美国的产量 事实上也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苹果的订单 大概需要12万片晶片 可是台积电即使明年量产 大概也只有2万片 那到时候一定会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美机电的价格 要比台积电要高 那站在苹果手机的立场 在商言商 他为什么要在美国买呢 他到台湾买不就好了吗 所以我讲白了 我们未来要怎么走真的不知道 可是唯一确定的是 不管是川普当选 或贺锦丽当选 他们的共同目标 就是要把制造业留在美国 所以台湾的东进 美国的投资浪潮 从2023年启动 2024 2025年 还要再延续下去 那这样的一个整个半导体供应链 外移的过程 对台湾的产业投资 台湾的产业人才的留下来 还有整个的消费 事实上都一定会造成一定的冲击 这个值得大家来关注留意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各位的收看